最近有个套路被KPL的职业选手开发出来 随后受到广泛关注 那就是肆无尽流首约 讲道理就听这名字 如果不是职业赛上被证明过 那肯定以为是什么娱乐玩法 但当我细细研究了一下发现 这个套路不仅有趣 而且还非常硬核 那首先我们都知道 首约普攻无法暴击 但暴击会转换为攻击力 这个比例是1%的暴击等同于3点攻击力 所以说当首约出了无尽时 虽然被动暴击效果是没用的 但无尽的基础属性相当于提供了高达190点的攻击力 注意这个攻击力比破均还要高10点 而价格却便宜了足足810块 当然破均的被动依然是必要的 所以这套的最终出装为破均碎星锤4把无尽 舍弃了其他的一切要素 把AD伤害堆高到极致 而之所以首约舍弃了移速和攻速 来追求极致的单发伤害 是因为在之前的两次更新中 先是提高了首约二技能前期冷却 再大幅降低后期的冷却 然后二技能基础伤害降低 却附加了敌人10%的最大生命值的伤害 那这个改动综合到一起看 就是削弱了首约前期能力 却极大的增强了他后期的伤害 尤其是面对肉坛值 我们之前曾经计算过 只要对手生命值超过5000 首约的二技能伤害就会超越以前 更不要说肉坛起步都是上万的血量 而当新版首约搭配上极端出装 就出现了职业比赛中 一发秒掉半血猪八戒的医学奇迹 经过测试 这种出装的首约 确实可以无差别秒掉半血以下的任何人 而如果居到满血脆皮 也可以一发打至私血 让对方瞬间失去战斗力 但有的小伙伴肯定会说 这个出装如此之贵 前期如何度过呢 是的 所以他装备要完全成型 高达13610块钱 所以前期我们依然选择常规出装 一双鞋 一个允星 然后慢慢合成无尽破均 注意啊 允星不要合成暗影战斧 因为碎星锤同时提供百分比破甲和减CD 相当于破晓和暗影战斧的合体版本 所以是非常适合守约的 最主要的是腾出一个格子给无尽 这样的话虽然凑齐六神状依然很漫长 但整体的合成却比较平滑 战斗力会有稳步提升 而且即使只有一两把无尽 你也依然具备很强的战斗力 额外的无尽只是提高你的输出上限而已 所以啊 装备贵说明你成长空间大 而守约本身就是个前期就能发力的射手 所以并不存在发育真空机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啊 这种出装的守约啊 基本上就是把一切压在了二技能上 如果自己瞄不准 或者狙击时啊 容易受到干扰 那么没有移速的守约很容易就白给 所以我认为啊 想发挥出这种出装优势啊 有两个条件最好能满足 一是对面没有如司马懿这样的守约克星 否则啊 你恐怕再也没有机会拘出第二发 再一个就是最好带一名控制队友全程掩护你狙击 这样对面的刺客 如果敢来单独找你 是很可能被反打的 其他的条件就比如啊 队友亲线能力比较强啊 有一定拉扯空间之类的 总之 这是一个特定情况下可以大放异彩的套路 但需要一定的队友支持 并不是一个适合自闭留守约的玩法 而且不得不说 如果你在排位中使用这种套路啊 对于对手和队友的心态都是巨大的考验 很可能你在这边居的乐开了花 队友却认为你不参团 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就问你怕不怕 所以啊 套路虽好可不能贪心哦 总之 这个套路的思路啊 与新版守约的改动完美契合 保证一定前期能力同时啊 让守约成长为后期的绞肉大魔王 而且更加完美诠释了守约狙击手的定位 专精守约的玩家 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是不二传说 那我建议你打开商店 看一下公诉鞋 墨式电刀的价格 其实也不贵嘛 我是赵亚鲜 我们下期再见